如何帮小孩子做功课? 一般为小孩子念经, 不管多小的孩子都可以为其多读心经。 这个经文多多益善, 可以帮助孩子开智慧, 孩子会更听话,学习好。 大悲咒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孩子身体还可以, 一般念三至七遍即可。 如果孩子身体虚弱,患有素疾, 就需要二十一或四十九遍大悲咒。 求观世音菩萨为孩子治疗某种疾病。 如果孩子非常倔强,难以管束。 甚至无法无天的话, 就不要给孩子读超过七遍以上的大悲咒。 因为这种情况下, 大悲咒读太多, 反而会让他能量过强, 更加无法管束。 礼佛大忏悔文, 要根据孩子的年龄而定。 一岁以下只能念一遍礼佛。 一至三岁可以念一至二遍礼佛。 三至十二岁可以两遍礼佛。 十二至十八岁的孩子, 如果有较重的疾病, 可以念三至五遍礼佛。 一般三遍以内比较保险。 根据病情和孽障情况, 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稍微加多, 但是最好也不要超过五遍。 避免一下激活孽障后, 孩子尚弱小, 反而会垮掉。 如果孩子有比较严重的宿疾或者先天疾病, 比如四壁症、脑瘫、癫痫等, 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多念, 最多五至七遍。 但是, 礼佛大忏悔文开始读以后, 必须及时配合小房子, 超度药精者。 最少每周三章左右。 避免将灵性激活以后, 小房子要得太急太多, 反而会病痛加剧。 给小孩烧小房子, 一天不宜烧太多。 一般来说, 五岁以下的正常孩子 可以每天划小房子三章以内, 最多不要超过五章。 如果有重病的, 五岁以下的孩子, 平时每天不超过七章小房子。 初一十五, 即佛诞日, 可以烧送不超过二十一章小房子。 如果超过五岁的孩子, 遇到紧急情况, 都可以一天烧送不超过二十一章小房子。 如果父母有流产打胎过, 务必尽快念小房子超度孩子, 尽赠某某某的孩子, 某某某为母亲的名字。 因为被打掉的孩子很可怜, 哪里都去不了, 只能在家人身上走来走去, 尤其是可能会在现在的孩子身上, 导致孩子家人身体不好, 学习不好, 不听话等。 所以, 一定要好好超度。 其他可以读的经文, 准题神咒, 每天二十一、 二十七、 四十九或一百零八遍。 保佑学习好, 读书好, 考学顺利。 写节咒, 如果孩子与父母对着干, 难以管束, 可以每天读解节咒 二十一、 二十七或四十九遍。 化解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冤结。 往生咒, 如果以前吃过、杀过、活的东西, 或者家族有杀业, 或者母亲在怀孕期间吃过太多活的, 这些都会影响到孩子。 需要念往生咒, 每天二十一遍、 二十七遍、 或者四十九遍。 超度这些小灵性。 如果孩子可以自己念经的话, 当然更好。 孩子自己念经, 可以读大悲咒、 心经, 最好白天读, 准提神咒。 此外, 父母可以多带孩子放生, 从小培养孩子的慈悲心。 孩子能够从小开始念经学佛, 是一个家庭的福气。 是一个家庭的福气。